科技股没看头吗 手套股今天暴跌 是最后一跌了吗 为什么手套股 Topglove暴的业绩比上一级好 但是还是暴跌了呢 大家好 欢迎来到谷歌讲我的栏目 我是谷歌 今天科技股专题 我们来聊一聊 科技股还有没有看头 手套股最后一跌 还是说 后边打开来下降的空间 现在这个市场整得我很尴尬 到底是讲科技股还是讲手套股 对吧 现在目前还是一个摇摆不定的状态 科技股本来前边的话有抬头的迹象 但是最近有一点不太给力 手套股呢 今天上午还比较给力 是吧 下午突然就擦水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看 如果说你也很想知道 到底选哪个行业 对吧 一定要听到最后哦 一次来听我们节目的朋友 建议先订阅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昨天有收听我们节目的应该 对今天的市场呢 一点都不陌生 今天 尾市出现了吉拉 为什么尾市要出现这个吉拉呢 出现这个吉拉 意味着什么呢 难道大行情要来的吗 这个是我们明天讲的内容啊 今天不详细讲 今天我们重点是 先看一看刚才讲的这个 手套行业 还有这个科技板块 好 我们先打开这个 科技板块 科技板块今天也上了 只涨的不多 它是一种高开低走的方式 对吧 然后我们看到布林线这边呢 显示它还是离着中轨线 比较远一点 今天高开低走 没有创新低 是吧 然后收盘略涨了0.02 就是向着性的给你涨了一下 实际上如果说你看60分钟的话 它还是在雄道里边 是吧 从下面的MACG指标来看 是空头排列 还在零周线以上 这是好好的消息 然后我们看一看周走完了 是吧 周线走完了 是一个这样的大阳线 是吧 然后关于周线的话 前边这边有一个规则是 两阳一阴 又一阳 跌一波 两阳一阴又一阳 难道要跌一波吗 让我们下周拭目以待 所以下周科技股的表现 那就会反映了科技股 到底有没有大行情 如果下周像这边一样 给你出这么大一个阴线 是吧 那就又来一波暴跌 是不是 所以下周决定科技股的生死 所以说想收听下一周 我们的判断的 一定要先订阅频道 并打个小铃铛 科技股里边呢 也不是说所有都没有起吧 今天有一个起的比较多的 而这个呢 是昨天晚上我们在会员课当中讲到的一个 牛骨的形态 强势骨的形态 今天呢 就出现了逆势的向上 但是为什么是他呢 对吧 很多人想知道 对吧 这个也可以作为我们明天讲课的一个内容 明天下午两点是我的专题课 一会儿我给大家讲要讲什么东西 你看这个电的欧是吧 他今天就是仗的比较猛 对吧 然后加这个零一四六 零一四六它不是尾诗才突然拉上来的 而是在导常就拉了 尾诗又拉了 对吧 而昨天我们讲的两个呢 一个是零一四六啊 一个是零零五零 零零零五 零零零零五的话 今天也是有起是吧 虽然整个呃 科技板块没有起太多是吧 但这两个都是起了的 那么到底为什么我们选的时候呢 要选这个零一四六啊 他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 以及我们选择这两个个股 到底用的什么方法 如果你想要知道的话是吧 然后在明天下午两点呢 我会来揭秘一下 怎么样去选择能够逆势向上的个股 异动啊 明天会讲这个交易量的中级秘诀 前面几节课 很多人听了是吧 什么高音量啊 那个什么倍量是吧 听了很多关于交易量的一些课程 明天呢 我将会把它进行一个总结 而且还进行一个升级升华 揭秘交易量的中级秘诀 无异动不交易 对于异动来讲 是吧 很多人比较陌生 什么叫异动 明天会揭秘价格异动的秘密 还有交易量异动的秘密 以及量价异动的绝密 如果说你希望能够在前边五节课内容之上 有一个提升 有一个升华 把交易量的精髓 把交易量的中级秘诀学到的话 扫码回复一下六 明天下午两点 好吧 我们会揭秘很多东西啊 这一套课的话 今天晚上就放完了 今天晚上是最后一讲 天亮顶部预测数 昨天讲的是暴力长音预测数 有一些人学到了 有些人没有学到 所以说今天晚上 要明天下午 想要报名的 回复一个五 回复一个六 对吧 如果一两节课都要听的话 就是回复一个五 回复一个六 如果你只是想听周五或周六 就回复一个number就可以了 扫码回复你的数字就可以了 好 我们来看一看科技里边 是吧 今天上账的有多少 下列有多少 实际上我们要看这个数字的 今天科技股里边 账幅超过18 现在也才五支 其中有三支都是W是吧 两支是个股 但这两支的话 也没什么看头 对吧 除了0146还好一点 是吧 720四几两个 对吧 其他的 好像一般是吧 3867也涨了 涨了不多 然后整体上有 31支股票时间的上升 总的这个科技股有多少呢 总的科技股有113支 113支有30支是吧 也不到四分之一 差不多四分之一吧 25% 而这个数字来讲呢 还是偏少的 没有超过一半 对吧 然后我们简单的看一看吧 因为这个呢 它实际上 它里边有一个量价的移动 量价移动这边 它有出来 到底是哪里呢 是在这边 是在这边有一个量价的移动 所以说明天的话 我们就会揭秘一下 量价移动之后 你怎么买 怎么去能够提早买上 对吧 实际上这边也有量价移动 这边也是有的 反正量价移动的话 这是新的内容 是吧 在我们前面学了一些量的这个知识之后 是吧 这节课是一个升华 能够让你特地的搞懂交易量的精髓 是什么 但是这个模型的话 也是我们之前讲的模型 也是之前讲的模型 重点是用了一个红绿软件的功能 是吧 是彩虹线 对吧 然后加上我们的六彩油龙 对吧 讲了一套战法 所以这个战法的话 明天下午两点的话 我会再详细的讲一讲 所以如果说你不希望错过 是吧 为什么在市场整体不好的时候 还能选到牛 还能选到股王 那你就明天下午两点 好吗 早晚回复一个六来报名 如果第一次的话 就是要加上你的姓名啊 然后比如说像0005 对吧 为什么选他呢 实际上你看啊 刚才我们讲的这两个模型是一样的 看到吗 形态是一样的 因为到底是什么样的形态 到底股王长什么样啊 股王会是什么样的形态 这是明天下午 我们要讲的内容 一定要来啊 好 这个是行业 我们再看一看这个手套这边 手套呢 今天的业绩报的好一些 比上一季少亏了是吧 但是营益额 还是比上一季要少 这个就不是不是很好的现象 导盘呢 曾经一吐这个 这个手套骨 对吧 在没有报业绩之前 就排在涨幅的前列 报完之后怎么样 就突然就插水了 而今天有一个股友呢 他说老师我前天卖掉了 感谢您的每天的这个讲解啊 实际上有时候呢 你信则有不信则武 是吧 然后今天的下跌 也彻底打碎了我们之前 那个什么啊 那个下周要起的这个梦想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预料实际上上上周 就应该起的啊 周线里边是实际上 本周到现在为止 他就又说了个阴线 而这个阴线来讲 你发现 他已经创了 自2022年9月份以来的 下跌的最长纪录 前面都多说两周吧 现在都四周了 是吧 四周还不起呢 就问题就大了 前面你得看实际上啊 比如说这个低点 我们按低点来讲啊 如果说你懂什么叫趋势的话 然后这是个低点 这是个低点 这两个低点的关系是太高了 对吧 这两个低点的关系是平的 是没有创新低 对吧 然后从这开始 这个低点 他又创了新高 对吧 然后后边起来往下 往下注意啊 未来这个趋势会不会坏掉 也说下周这个低点是不能破的 破了这个低点 那就代表低点就往下转移了 他就不带上上趋势了 对吧 所以希望这边啊 最终到前一低点附近的时候 不要跌破 那就还有希望再起 是吧 如果连低点都跌破了 那就那就可能就 龙位下上趋势下半年就比较惨了 对不对 所以这是未来一两周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我先跟你说一下 你说那现在你看 哎 他到了这个位置附近 他是不是就有一点支撑啊 是吧 今天这个线线蛮长的 对吧 然后本周的阳线梦就已经结束了 昨天我们在会员课上讲的时候呢 谈到了这个谈到了什么 谈到了KLCI的事情啊 昨天我们说周线里边到昨天位置是个阴线 是吧 实际上是KLCI 我们说他明天最后一天是吧 他应该把它拉成一个阳线 实际上收一个阳线也不是那么困难 也就是六个点的问题是吧 机构真的听懂了我在讲什么 他在最后一秒钟给你拉上来了 对吧 不但是站了 不但拉成阳线了还站了几个点是吧 站了六个点对吧 所以来讲 哎 周线里边的三世 你看他真的就是成就了这个周线的三世 对不对 所以来讲你看 果真是站了六个点 六个点以上吗 对不对 所以说就是一个阳线 所以三世他又成立了 对吧 所以说机构他最后一分钟 他就成就着你的梦想 首先你要知道该怎么想啊 当然这个阳线来讲的 他就不是很 不是很健康的阳线 最后一分钟 他把它拉成阳线是吧 然后我们注意 前期这个平台也没有过 这个阳线为什么没有过去 因为你看这是前一点没有过是吧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是看一三九一点 这个过不过 不过的话还是要注意的 明天我会详细解析 今天尾时拉升到底是什么意思 到底是机构真拉升还是假拉升 怎么看 好吧 还是要报名啊 报名就 扫码回复一个六 明天下午两点 我们再回到这个手套这边来 很多人还是倾向于手套是吧 手套今天是量放的比较大 看到吗 量是比较大的 然后目前搜发到现在为止 它还是单阳的模式 对吧 前边是两阳 两阳就起 后面变成四阴 是吧 现在是两阴 然后在六十分钟图 又看到了我们熟悉的一个形态 这个形态叫什么呢 别人大跌恐慌抛售 你大跌买街买街就起 就涨了 至少你转个短线是没有问题的 对吧 这个是不是三世啊 对吧 而且是破位的三世 破位之后是不是意味着 啥就是很多人恐慌抛售 你看这个交易量特别大的 对吧 交易量特别大 完了之后你在这买 买完之后就至少转两根阳线了 对不对 可以说 懂得三世就敢抄底 不懂三世抄底 一抄就死 对吧 所以说 想要学习这个三生三世九云战法的 扫码会逼一个三世给我 真的太好用了 对吧 别人恐慌 你赚钱 对不对 今天好像还有一个个股啊 是那个拉上来的 也是有三世 对吧 他一分钟的三世 一分钟三世出来 然后就 第四分钟就拉上去了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 不临线 不临线啊 不临线就是打到下轨线了 看到吗 然后从周线来看呢 就跌破中轨了 60分钟 他刚好就是击破了下轨 击破下轨之后反弹了 是吧 那有人说这是个反弹还是个反轨呢 还是个反弹嘛 对吧 然后本周做完了之后 他他没有没有这个 没有突破啊 没有变成阳线 对吧 就已经算跌破中轨了 有人说跌破中轨 他会像这一样 像吗 不是啊 你看他就已经有一点要 跌破这个位置 跌破这个位置 他也许可能马上就要谈一下 你要注意 他是不是要走这个阶段 对吧 因为前面我们已经 给大家讲了 这一波就是这一波 这一波就是这一波 这一波是跌到前一地点 这一波也应该跌到前一地点 现在已经跌到了 是不是 所以这是 我给你的咨询 好 我们再看一下60分钟 然后这是60分钟 让我们再看一下 具体的这个713是吧 你看他跌的比较 比较惨嘛 对吧 跌那么惨 然后他的周线 也是没有收阳线 本来本周应该收阳线的 该涨不涨比较跌 对吧 而且他也好像似乎要跌到 这个前一地点 也到了关键位了 下周也是最重要的一周了 他已经是破位了的 然后我们打开一下 MACD MACD两条线都已经破零周了 60分钟是不是30啊 30完了就至少能转一点点吧 对吧 然后60分钟 我们再看一个706 706你看他就是加速30是吧 加速30之后 就转两根阳线了 对不对 日线呢 他就是出一道下轨之后 大幅的反弹了 是吧 下边的线呢 还是空头排列 我交一辆蛮大的 753呢 就反弹成阳线了 是吧 然后 这也是个30 30之后收的阳线 你看 好不好用 对吧 你就说好不好用吧 对不对 不看广告宽聊笑吗 不是说 5168的话 就跌的比较惨一点啊 你看他就是 开盘在中轨线附近 收盘跌到下轨线了 那下礼拜也该起了 是吧 他是个加速30 但是这边有一点弱啊 就是几乎是一个平的 没有收阳线 所以这个就是相对比较弱一点 老实人看的话 这些小的手套股有起是吧 但是最终也下来了 然后7191 7191的话又反弹 7803 7803的话还是震荡 217 也还是一般 对吧 所以说我们就不详细讲啊 然后我们接下来再看一看 这个technology里边的个股 看看有没有一些有机会的 是吧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变成要讲两个行业了 对吧 当然这个科技我们不详细讲啊 我想学更多的话 实际上昨天晚上的课程当中 我们讲了很清楚了 有关这个店的欧是吧 他实际上他有没有异动啊 是吧 他实际上他是有异动的 是吧 只不过你看不懂而已 他尾时的拉升 真的是好事吗 如果你也想知道的话 一定要来明天的课程 然后我们从他的月线来看 实际上是已经有一点破为了 然后0146 为什么他就起来了 是吧 这个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然后明天下午两点的话 会讲这种模型吗 讲这种模型的 他的要点是什么 对吧 为什么机会要做这些 这些个股 是不是 0050的话还是震荡 然后0005的话反而是有机会 是吧 这个形态是比较好 跟0146形态是一样的 他把67最后一秒钟拉上来的 这种就是说机构互盘的嫌疑比较高 008还是在账 但是账的没那么多 这个0126昨天我们谈了 是吧 你看他这个情况呢 就是特别有意思 然后你看他就是庄家 终于终于是吧 庄家一直在增仓 下跌的时候一直在增仓 那这种就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了 是吧 下跌一般不应该冷藏的 然后908这个有一点结束的意思 是吧 下去是结束了 065的话今天是很难了 008昨天账表作 今天又震荡了 其他都好像没有什么看头了 我们就不再详细讲了 如果你想学习更多的话 那就来明天下午 今天晚上的课程 还没有报名的同学 赶紧扫码回复一下6 或者回复一下5 回复一下6 好吧 好 那我们今天晚上和明天下午见了 学到好的同学 记得帮忙点赞转发 还不是我们的subscriber的 就订阅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好吧